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带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提升。作为下一代通信网络标准,5G的商用普及将进一步推动这一趋势发展。 有分析认为,在5G技术的加持下,未来人工智能将在军事作战指挥、情报数据共享、战场态势分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智能化作战迈向更高水平。 5G的三大特性。5G是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的简称。在过去几年里,4G支持下的移动支付、视频通话、高清影,视为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 5G,与4G相比。5G不仅可以用于语音通话、收发视频,还将支持物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推动社会进入万物互联时代。 从这一点上看,5G不是对4G网络技术的简单升级,而是将通信网络技术推向新高度。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多,推动战争形态,朝着智能化方向发展。 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种自向而上的数据驱动,依靠不断卫视海量数据产出最大价值。 但数据规模持续上升的同时,数据传输与存储压力越来越大。 5G网络的超高速率、超大容量和超低延时等特性,对人工智能进一步发挥作用十分重要。 超高速率 5G网络使用较高的通信频段,传输速率大幅提升。 测试中达到10Gbps峰值下载速率。 超高速率保证银端和终端高效连接,形成相辅相成的协同发展路径。 例如,在5G条件下,自动驾驶可实现银端和终端同时赋能。 大大提高自动驾驶技术的可靠程度。 超大容量。 作为下一代移动通信基础设施。 5G为庞大数据量和信息量的传递提供可能性。 5G接站可以同时为更多终端提供服务。 拥有每平方公里,连接100万台设备的带宽。 相比4G千余台的设备连接量。 连接能力大幅越升。 未来,具有超级链接能力的5G网络,可以承载10亿个场所的连接。 50亿人的连接。 500亿物的连接。 推动社会进入万物互联时代。 超低延时。 数据表明。 5G极大的降低了网络延时。 为更多延时要求极高的应用发展提供可能。 今年初。 福建省外科医生。 使用5G技术实施全球首例远程外科手术。 使用的智能机械臂。 延时仅0.1秒。 在5G条件下。 智能制造云化机器人。 可以达到低至1毫秒的端到端通信延时。 并支持99。 99%的连接可靠性。 这一指标将是未来工业4.0的发展方向。 军事应用前景。 5G将带来全新的人工智能时代。 在诸多领域产生颠覆性变化。 可以预见。 拥有5G加持的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也将大有作为。 推动智能化战争加速到来。 提升战场信息共享速度。 现代战争是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 信息量呈现爆炸式增长。 数据体量也越来越大。 基于5G技术的未来信息系统,可以高效采集、传输、处理海量战场数据。 为指挥员提供实时数据分析结果。 帮助后者建立对战场态势的高度感知。 还可以借助智能化指控平台,对战场目标进行实时侦查、识别、跟踪和预警。 快速更新指挥信息系统中的态势信息。 指挥员不仅可以利用历史信息做决策。 还可以将其与实时数据结合。 以获得更全面的视角。 改变战争指挥控制模式。 5G高速率、低延时的特性。 帮助操作员实现对战场各类智能化作战系统的精确操控。 在战地医疗中。 5G网络可以实现医生与机器人手术平台远程连接。 为伤员提供远程手术支持。 后勤保障部门,可以灵活控制无人运输车队。 使战场物资配送更加高效。 各类自动化武器系统,可以实现在毫秒级别的控制周期内,完成传感器测量、数据传输和智能解算等。 提高系统构建效率。 智能化战争时代。 作战行动迅速,攻防节奏加快。 要求信息系统具有快速机动、快速展开、快速通联的能力。 借助基于5G的智能化指控系统。 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可以协调和优化通信网络上各类设备使用频辅的方式。 进行高效系统构建。 另外,5G具备覆盖面广、适应性好、兼容性强等特点。 能提供高速可变速率传输。 满足不同作战区域的联网需要。 作战时,军队无需频繁调动军用通信卫星、预警机等资源。 即可实现战场信息终端的互联互通。 能够显著降低行动成本。 不仅如此。 未来,随着军事活动,加速向智能化领域延伸。 空中作战平台、精确制导弹药等,将由精确化向智能化转变。 基于5G的人工智能技术,必将对这些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张青让张国宁,近日,俄军高层透露。 美国国防部已经开始制定一项弹号为特洛伊木马的全新战略。 亦在通过破坏地区,稳定进一步强化对俄罗斯等国的军事威慑。 这是美军在大国竞争时代。 军事战略转型与大调整的又一新的动向。 应对大国竞争。 美军不断提出新战略合作战理念。 3月2日,俄罗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在俄军事科学院举办的现代条件下军事战略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军事战略的主要发展方向和军事科学的任务主题报告。 报告中,格拉西莫夫特别指出,美国正在制定弹号维特洛伊木马的新军事行动战略。 该战略核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积极利用第五纵队的抗疫潜力,破坏地区稳定,二是使用高精度武器待机重要目标,进一步强化军事威慑能力。 格拉西莫夫表示,为实现这一战略,美军未来将依托现代化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打造一体化情报侦察,目标打击,部队行动和指挥控制系统,用于发现和指示目标,并使用战略战役战术飞和武器,对重要目标,进行几乎实时的选择性攻击。 实际上,自美国军事战略,向大国竞争转型之后,就陆续开始在国家、全军和军种等不同层面,展开了相应新军事战略合作战理念的研究。 绿球有针对性的指导美军,在与中俄为代表的强大对手竞争中,能够占据绝对优势。 如果特洛伊木马战略,属于国防战略的话,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登福德,在2018年4月国会证词中提出的动态作战概念,就属于美国全军层面的联合作战理念。 其意在灵活地利用现有力量积极塑造战略环境,同时保持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并确保长期战斗准备。 这一概念的显著特征,在于通过联合部队的动态作战,为对方决策者带来不可预测性,并使美军拥有更多主动性强,可扩展的选择。 这一概念试图从根本上改变美军应对危机的力量运用方式,以动态作战部队快速多变的部署,阻止冲突,并使对手陷入混乱和瘫痪,从而成为与中国、俄罗斯开展全球竞争的有力工具。 在军种层面,新型作战理念的研究,以美国空军最具代表性。 2月9日,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格德·费恩,在智库布罗金斯协会,发表演讲时表示, 美军将在一年内宣布针对俄罗斯等国的新作战理念。 这一新作战理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敌方领土、领空和领海内,实施隐形和联合渗透,使敌方武装同时陷入多重困境,无法实施有效反击。 二是以美国陆军和空军作为主要作战力量,而美国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则作为配合力量,三是以美军渗透能力为重点。